昨天晚上8点多 新北市五谷一名加油站的蔡姓少年和同事发生了争执 一气之下竟然拿起油枪乱喷 接着就拿打火机往地上点火 幸好其他员工立刻用灭火器扑灭 除了蔡姓少年小腿有轻微灼伤之外 没有其他人受伤 从这个监视器画面中可以看到 年仅16岁的蔡姓少年跟一名年长的员工发生口角 双方争执不下发生了严重的肢体冲突 这是因为这个蔡姓少年被同事骂说 他工作态度不佳 甚至还骂他比女人还不如 蔡姓少年因此情绪失控 拿起了油枪喷油点火 幸好火势没有扩大 而蔡姓员工也被警方以公共危险罪送办 目前加油站是停止供电供油 要等案情历清之后才会继续营业